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记仇的人看来只要能报仇 只要能一学前耻 笑一笑不过就是一种逢场做戏的戏码而已 就像我们在职场中 你得罪了某个人 而这个人难道就必须要在明面上 和你一较高下吗 他们不会这么做 也不可能这么做 因为人力甚于这个社会 想要更好地活下去 或者说想要更好地混下去 就必须有一定的诚服 而诚服便能掩盖内心的目的和情绪 而让外在变得虚伪起来 小时候老人常常告诫我们 在外面千万不要轻易得罪别人 千万不要故意和别人拉仇恨 不然最后碰钉子的 只会是我们自己 那个时候我们不懂 总认为老人家说的话应该是夸大其词 可当人进入社会后 我们就会愈发地明白 你得罪的人有可能是君子 有可能是小人 可你却难以知晓 要知道 宁得罪君子 莫得罪小人 君子的记仇都是明面可见的 可小人的记仇大多翘无声息 而这样的人才是最为可怕的 如此我们才需要更加警惕 一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记仇往往是无声无息的 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番话 其实有一个点让人特别意乎 那就是君子 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君子 也没有绝对的小人 有的只是绝对的目的和利益 在成年人世界里面 最可怕的 并非是那些明着来报仇的人 而是那些把仇恨记在心里 悄无声息的可怕者 要知道 这些人的诚服 往往不是前者可以相比的 说到诚服 就一定会设定到一个点 那就是伪装 生活中你会发现身边大多是笑脸盈盈的人 这些人 你也许只看到了他们的表面 却难以发现他们的内心 很多人会愚合 为何伪笑会成为成年人世界的状态 想起一句话 那就是伸手不达笑脸人 在明面上 笑是一种尊重 更是一种隐藏 可在背地里 笑有可能是一种算计 一种悄无声息的手段 所以说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 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只有为了目的和利益 而不断谋划的人 为何人越是接触社会 越感到社会冷漠 其实不是社会冷漠了 而是人心冷漠 很多时候 你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 却被人算计 这一切都不是一种残酷吗 二 成年人 待人处事的方式 多半是口密福建 有两个词 特别能表达 人伪笑的特点 一个词是笑里藏刀 另一个词 是口密福建 无论是刀也好 剑也罢 都是人与人之间 相互算计的依靠而已 因为笑得再灿烂 说得再甜美 也都是虚伪的 顾惑人心的 就像在单位里面 你会看到 刘须拍马的人 不胜奇数 你会看到 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的人 难以直数 这些人 其实都是社会的缩影 有个故事 是这么说的 曾有个农民 他在丛林里 遇到了一只灰狼 灰狼跟他说 只要农民肯救他一命 带他回家 他就能满足他一个愿望 甚至能让自己 一辈子听命于他 农民看到他之后 虽然说有点惧怕 但还是答应了他 在路上 这只灰狼跟农民 说了大堆的好话 甚至还跟农民 畅想未来的蓝图 和幸福日子 越听 这位农民就越兴奋 甚至他还跟灰狼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和家庭的详细状况 就这样 灰狼也就把握了 他的底细 等农民把灰狼 带到家之后 灰狼便装作 可怜的样子 而这家人 却把他奉为上币 可在晚上 灰狼趁这家人不留意 便把他们全部吃掉 而且把房子 和钱财占为己有 故事虽然只是故事 但他说明了一个道理 人永远都不知道 对方的心是人心 还是狼心 因为看不透 因为过分虚伪 所以人总是 容易被人欺骗 甚至掉入别人的圈套之中 三 为人处事 少得罪人 少管闲人闲事 曾广闲闻有言 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皆因 抢出头 一个人 如果他说的话多了 自然而然就会得罪人 而如果他总是喜欢 为了别人的事 而抢出头 最后被人针对的 只会是他自己 就像我们在职场中 打拼时 该不说的话 那就要少说 因为你就算说得再好 说得再有道理 也不会有人听你的 因为人际矛盾 那是很复杂的 在人际场上 我们每个人都是下棋的人 也都是棋子 一个不小心身为棋手的你 就会被人所击败 而身为棋子的你 也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垫脚石 所以说 少管事 少得罪人 这才是避免矛盾 激增 避免是非的到来 因为人心隔肚皮 你永远不知道 对方是怎么想的 该不管的事 那就别去管 要知道 管闲事的下场 终究是得罪人多 称呼人少 是非其实就是一场 人际关系中的瘟疫 总会让多管闲事的人 葬身其中 人 如果想要更好的 在社会中混下去 亦或者想要如遇得水 就必须要懂得少得罪人 少拉仇恨 少让别人针对自己 可如何才能这么做呢 那就是少说话 少管闲事 不该说的秘密 那就少说 因为多说无益 无论你说得再好 别人也不会把你当成亲人 所谓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皆因强出头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人 面对什么事 都要明白一句话 那就是诗经当中的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谨慎小心 别清醒人言 别与烂人烂事纠缠 这才是自保的智慧 很多人会认为 为何人非要得自保呢 这种自保的智慧 有些自私 但是 可以这么说 个人自扫门浅血 休管他人瓦上霜 没有明哲保身的智慧 白白地相信别人 奉献自己 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更是对家人的不负责 我们都是普通人 而不是超人 那么 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懂得如何守护住 来之不易的安稳生活 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地方 往后一生 少得罪别人 少管别人的闲事 少相信别人所说的 天花乱坠的话 而多关注自己 多提高自己的 代言识人的眼力 才能保人一世安靠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